一诺节节败退 找机会反打 忠义遇射手就一顿输出 轩然武力之暴表 猫神直接原地求饶 AG举办拳击类台赛 节目效果拉满 薪酬救恨一次性解决 赛场上才能继续称兄道弟 我要和轩然上到拳击场 那真的是薪酬救恨一起算算 他得给我打死 我的天哪 伴随着AG夏季赛纪录片放出 不难看出大家心里都有点负担 忠义连续两次被狼队打哭 能看出他是真想赢老冬家 奶茶则是不想过度消耗一诺 希望他能够达到2027年 而AG举办的首届拳击类台赛 节目效果直接拉满了 其实这就是让选手放松心态的一种方式 就像一诺所言 每一次让自己休息或者开心 回来总能越打越好 不过一诺被忠义一顿输出 完美诠释了射手被打野贴脸的现状 一诺只能找机会反打 小孩打架了 这一组小孩打架 应该终于也够个手 回头往前跑 然后轩然武力之爆表 猫神直接原地求饶 毕竟两个人经常斗嘴 KPL要是举办拳击大赛的话 轩然估计是第一名 小胖虽然也是重量级选手 但是灵活度应该比不上轩然 其他位置大帅成渣渣 还打不过长生 躲避 我不敢和他打了 我怕被轩然打死 我要和轩然上到拳击场 那真的是新仇旧恨一起算 算了 他能给我打死 追着打 疼是真不疼 泪是真的泪 打一头看 每个分路都选一个冠军 对抗路最强拳击手 是谁 我觉得轩然精进能打下 对抗路最强拳击手 你想想对抗路的那几个哥们 真打拳击 真打不了轩然嘛 打也是谁 小胖 小胖是很壮 但是不知道拳击打起来行不行 小胖提 谁猫我不知道 重量级就压制了 但我们下来也肯定都过去是挨揍的 辅助必须是大帅 你刚才看到大帅和长生打的了吗 被长生打的抱头鼠串 抱着头被长生打的 长生说怎么没有压力啊 就一直进攻就行了 都不用防守的 总的来说 轩然能被称为武将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AG对于选手的保护做得很好 还懂得让他们释放压力 毕竟四进总决赛 目前只拿到一个冠军 打KSG又不是尾赢 不像士官打微博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他们的赢面很大 不过AG要是真夺冠 猫神就真的只剩下转会一条路了 反之也会面临艰难抉择 最后大家觉得 AG跟KSG谁能夺冠呢